嗨,大家好,这里是畅畅,又是看文献看累了,然后刚才看到了就是就是那个什么某某一些学校的那个什么考研的一个复试名单,然后看到清一色的400家的分数,着实是让人有一点傻眼,就是我现在也不知道就是为什么就是最就是现在高分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就想想当年 就也没有过多久,就是2018那年考研的时候,那个360多分都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一个分数了,基本上340多都可以上985学校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现在考400多分感觉也不是那么的稳了,就觉得现在考研不知道是因为题变得越来越简单了,还是大家真的没,就是大家的那个智力水平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还是因为就是被迫然后卷成这个样子,真的,真的我觉得有点吓人了,就看到那个名单上清一色400家的一个分数,着实有一点胆战心惊的一个感觉在,真的以前360多分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分数了,基本上360多分在复试中也不会被刷呀什么的, 而且以前基本上330340进那些34所学校复试,基本上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真的临床不仅临床越来越卷,甚至连护理都越来越卷,之前华西护理的复试线好像前两年305分还是300多少分就可以进复试,今年涨到了350,可能跟华西护理屏上的双一流有关系吧, 然后华西临床的分数现在365还是跟去年一样,真的是,幸好只能说自己考研考得早,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继续看文献,写文章了,现在就是陷入了一个瓶颈期,不知道就是这一块该怎么写,然后就是找参考文献,没有找到比较好的参考文献,然后去论证, 真的好烦啊,就是陷入了一个焦虑的瓶颈期,就是目前在写的这一篇综书,好难啊,烦死了,真的他特别讨厌写文章,但是又必须要写文章这种矛盾的心情,还烦死了。